9月份就要开学 学校如何防疫是一大挑战 但目前全台负责学校公餐的团扇业者 却还有四成的厨工没有打疫苗 业者表示只有学校厨房人员被造册 民办民营的业者就算有造册 却也还在苦等疫苗 要是开学之后 团扇业者送餐到学校成了破口 到底该有谁来负责 打开学龙头清洗锅具 团扇业者为即将到来的开学做准备 但全台还有四成的团扇厨工 超过四千人没疫苗打 万一届时因为送餐成为破口该怎么办 让业者更不满的 还有学校厨房人员能打疫苗 民办民营的团扇业者却被排除在外 就北市来说有107间学校 12万名师生外定合餐 也就是说民办民营的供餐量 占了全台北市百分之四十七 也几乎包办了北市所有国中 接触的学生同样很多 业者质疑不该大小眼 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好玩 病毒其实不会去选说 你是公办民营还是民办民营的业者 只要我们有一名足弓染疫 我们就我们的厂害被热令停14天 百公百业没有人这么严格的 就有实案的问题 中央教育部并没有给这方面的疫苗 我们来做一个统计跟调查 如果疫苗够的话 我们非常乐意的来帮这些 相关的业者来做接种 疫情之下团善业没先建立防护网 延伸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记者旅行们杨月达台北报道